今天我们继续讲轰炸东京 上一讲我们说到由于在航情的过程中被日军发现 美军轰炸机被迫提前起飞 但是最终还是顺利的飞到了东京 以及其他城市上空丢了一批批的炸弹 当然了也造成了许多无辜日本民众的死亡 飞机起飞后 日本那边已经是被炸得一片蒙 美国这边也蒙着 当时那种通讯条件下隔着一大个太平洋 身在大后方的美国人 他压根不知道大轰炸是不是搞成了 这愁爆了吗 日本人服了没 一直到下午2点45分 消息终于传来 东京广播电台传出广播员愤怒的声音 今天午后 敌人的轰炸机出现在了东京上空 这在当前的大东亚圣战中上述首次 日本人愤怒了 那就意味着有人要欢呼了 电波所到之处 美国人 中国人 英国人 甚至是被拘押在日本的西方外交官们都欣喜不已 据说消息传到美国的时候 许多美国人是彻夜狂欢 庆祝对日战争以来第一次重大胜利 美国总统罗斯福也非常兴奋 二话不说 紧急召开了记者招待会 在会上罗斯福是心情大好 他都睁着眼睛说瞎话忽悠记者玩 他说我们在喜马拉雅山上修建了一个空军基地 我们的飞机就是从那起飞的 这记者一听傻眼了 问在喜马拉雅山上 那具体是在哪呢 这罗斯福也够坏的 还在那接着忽悠 就在香格里拉 玩笑归玩笑 复仇成功的消息到底是让美军上上下下士气高尚 不过也有人并不是那么高兴 谁呢 美国军方的高层 这日本呢是轰炸了 可是八十个飞行员还下落不明呢 他们是死是活呢 他们都安全的逃脱了日本的领空吗 太平洋那边 美国国内是山呼海啸 一个个高唱星条起永不落 然而这会儿还飞在天上的飞行员们 一点都开心不起来 时间是一点点过去 杜利特和他的飞行员们 也一步步的陷入绝境 由于起飞过早 飞离日本之后不久 所有飞机的燃油都已经是消耗大半了 八号机的情况最糟 飞机在途中漏油了 如果按照原定计划继续飞行的话 估计还没飞到中国 那就掉进大海了 怎么办 继续向前肯定是死路一条 飞行员约克尚未决定豪赌一把 他掉转机头离开了编队 朝苏联海参崴飞去了 约克并不知道苏联人会怎么对待他们 但这会儿也顾不上响了 先飞过去再说 总比葬身大海要好 其余15架飞机坚决贯彻了杜利特的指令 义无反顾的向中国飞去 结果这一路上全是东南风 逆风飞行 飞行的速度肯定是大打折扣 如果这么飞下去 肯定飞不到中国 一个个全都掉进海里了 不过万幸的是 老天是开了眼 风向突然发生了变化 刮起了强劲的北风 飞机额外被加速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 飞行员 唉 长叹了一口气 终于不用葬身大海了 杜利特的机组率先飞进中国境内 一开始杜利特还打算去寻找他新念念的渠州机场 那当时已经是深夜了 杜利特压根不知道他这会儿是身在何处 机舱外边是啥情况 黑曲曲看不见 偏偏就在这个时候 飞机报警了 原来这飞机的燃料快要耗尽了 杜利特往下看了看 夜幕当中隐隐约约看去好像是有座山 杜利特一想 这倒是个好事 为什么呢 因为日本人往往只顾着占领城市 山区农村通常还是中国人的地盘 杜利特呢 顾不得多想 当即下达了跳伞的命令 机组人员一个接一个跳伞弃机 杜利特紧随他们最后一个跳了下去 轰炸机失去了控制 不多时就坠毁了 其他机组的情况呢 跟杜利特比较类似 在锋利的加速下 虽然是飞到了中国 却都没能够找到渠州机场 最后呢 因为燃油耗尽 机组人员全部跳伞逃生 之前计划好的降落在机场 加完油再飞往重庆的计划 就此落空了 有一架飞机呢 情况更糟 因为燃油耗尽 他们连渠州都没飞到 只能迫降在了海滩上 虽然海滩呢相对平缓 但是还是有两人当场死亡 三人受伤 即便是降落在了内陆 也不能算得上是安全 飞行员们疲惫不开 又遇上一个漆黑的雨夜 一个个是狼狈不堪 但是最危险的还不在于此 在他们降落的地区 国民党 新四军 土匪 日军 犬崖交错 各有各的地盘 如果掉在了中国人的地盘呢 没准还能捡回一条命 但如果落入了日军手里 那后果简直就是不堪设想啊 16号轰炸机的飞行员 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他们决定继续向西再飞一飞 到达中国军队的控制区 正当这架飞机耗尽油料的时候 飞行员发现下方居然有成片闪烁的灯光 他们大喜过望 赶紧跳伞 但是 令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 这地方是江西南昌 已经被日军占领 落地之后 有人当场就被日军抓了个正着 其他的人呢 又饥又渴 四处寻找中国军队 走了一会儿 他们到达了一个村庄 遇到一伙军人 这一批美国飞行员们 他哪分得清 他们是中国人呢 还是日本人 对他们来讲 那东方人长得都是一个模样 还好 当飞行员们上去询问的时候 对方声称自己是中国人 还热情的 把他们带到了一个安全屋里面 过来一会儿呢 进来一翻译 美国大兵听到了亲切的英语 大意是什么呀 你们现在在大日本帝国陆军的手中了 真是火箭鬼 几个飞行员们莫名其妙的落入了日军的魔爪 相比之下 飞向苏联的八号机 他反而最为顺利 他们一路上畅通无阻 不仅飞到了陆地上 还找到了一座军用机场 当然 他们也不知道这是哪儿 或许是苏联 或许是维满洲国 但情况已经容不得他们多想 油已经耗得差不多了 只好先降落再说 于是乎这架飞机便大摇大摆地降落在了机场上 倒也挺顺利 随后飞行员看到了机场上走过来一群长着欧洲面孔的人 那真是万幸啊 迎面走来的是苏联人 这架幸运的飞机也就成为此次行动当中 唯一一架没有坠毁的飞机 现在 杜利特航空队的16架飞机 15架坠毁 一架被苏军没收 80名美国飞行员当中 两人死亡 5人被苏联暂时扣留 5人在南昌被日军抓获 还有68个人 下落不明 生死不明 他们躲在漆黑的夜里 饥寒交迫的等待 几小时之后的日出 更在等待未知的命运 杜利特降落的时候呢 点挺背的 正好是一屁股坐在了稻田当中的一大堆的大份上 还好 柔软的粪便保护了他之前受伤的脚踝 黑区区中 杜利特从粪便里爬了出来 就想赶紧找个地儿呢 躲起来再说 这该死的天亮 总算是等来了 杜利特跑到附近一个小村庄求助 结果你猜怎么着 这农民呢 他不懂英语 你冲他吉里呱啦 手舞足蹈一顿比划 双方的都急死了 费了老大的劲 联蒙带猜 这位农民总算是弄明白了 眼前这洋人他到底要干嘛 他就把杜利特带到了附近的军营 听天由命的时候到了 如果这是国民党军 或者是新四军的军营 那么杜利特就获救了 但如果这是日军或者伪军的军营 那等待他的将是无穷无尽的厄运 但如果这还是土匪的巢穴的话 那么这事还真的很难说 虽然呢 这身上是沾满了粪便 但是杜利特的运气总算是回来了 迎接他的是一位国民党的军官 更难得的是 这个人他居然会讲英语 经过一夜的提心吊胆 杜利特总算也是长叹一口气 他得救了 跟杜利特一样 大部分机组人员都落在了国民党军队的控制区 在善良的中国老百姓的帮助下 他们躲过了巡逻的日军 最后陆续抵达了中国军队的营地 然后转送到渠州集合 他们当中有些人辗转回到了美国 有的人留在了中国 加入了陈纳德将军的飞护队 继续和日本人作战 这中间呢 也有个小插曲 有四名飞行员降落在了日战区 天亮之后 这些美国人呢 先是被中国老百姓绞了枪 又被轰抢了一番 身上值钱的财物全都被拿走了 好在碰到赶来的新四军游击队 这新四军呢 不懂英语 但是呢 看着眼前这群美国人呢 垂头丧气 衣衫不整 那当即就知道发生了什么 第二天 新四军带着美国飞行员转移 令美国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他们之前被抢走的所有东西 全都被还了回来 随后 新四军就把他们移交给了国民党军 后来在国军的护送下 顺利抵达了安全区 真正的悲剧发生在前边我们提到的那架在海滩上迫降的飞机 两名机组成员死亡 剩下三个也受了伤 在海风中睡了一夜 第二天一大早 他们就被人用枪抵住脑袋了 抓住他们的居然是一个上海的出租车司机 大概呢 是给洋人开过车 这个人还会说几句英文 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呢 这个人呢 没有把美国人送到后方 而是找来了一伙人 把他们关了起来 三天后 他带来了日军 飞行员就这样被日军给俘虏了 落入日本人手中的飞行员呢 可就惨了 南昌的五个外加海滩上被捕的三个 一共有八个飞行员被日军俘虏 在监狱里边 他们遭受了日本士兵无休止的殴打跟虐待 丧尽天良的日军把飞行员绑在电椅上 用电流折磨他们 并以此取乐 还有人呢 用香烟灼烧他们的下体 在他们的身上烫字 飞行员遭受了飞人的待遇 虐待完了 飞行员们又被日军带上了所谓的法庭 可笑的是 平日里边杀人成性的日军 居然制控美国飞行员杀害平民 起初八个人全部被判处死刑 后来呢 经过御人天王的个人建议 其中的五个人被改判 终生监禁 三位被判处死刑的飞行员 在当年的10月15号 就被日军枪决 行刑结束之后呢 日军居然还敬了个军礼 随后将飞行员的遗体们安葬 其余的五个人被长期的关押 在上海和北京的监狱当中 备受虐待 其中一个人被折磨至死 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 剩余的四个人才被美军特遣队救了出来 经历最为曲折离奇的 还是降落在苏联的那几名飞行员 苏联人知道他们轰炸东京的壮举 那对这些个美国飞行员呢 当然是大家赞赏 天天好吃好喝着供着 但是当飞行员提出说送他们去重庆 或者是回美国的时候呢 苏联人往往他是避而不谈 这又是为啥呢 原来苏联人也有他们的小算盘 他们和美国是盟国 但是呢跟日本又签有中立条约 所以啊 苏联呢是两边都不想得罪 既不亏待你 也不放过你 那么苏联要怎么处理这些人呢 几天之后飞行员呢 被苏联人押送着 开始了长途的旅行 历经几千公里 一路从远东转向中亚 走到哪儿都有人监视 不许出门 吃住条件也是越来越差 有的飞行员因此生了病 一个个都心怀不满 想早点逃跑 最后苏联人将他们送到 今天土库曼斯坦的首都阿什哈巴德 这个城市呢 正好是位于苏联和伊朗的边境线上 在那儿呢 飞行员们先是巧遇了一个自称是有门路的俄国人 这个人呢 又介绍了一个阿富汗的舌头给他们 经过一番的讨价还价 舌头用卡车把这些飞行员们偷渡到了伊朗 到达伊朗之后呢 飞行员们顺利的找到了当时的美国领事馆 随后呢 辗转回到了美国 后来他们才知道那两个帮助他们偷渡的人呢 其实都是科格勃的特务 他们所谓的偷渡也只不过是苏联人精心安排的一个计划而已 不得不说 这苏联人为了两边都不得罪 那也真是费尽心思绕了这么一大圈 设了这么多局 才妥善解决了这个烫手山芋啊 杜利特的飞行员们大部分都成功的逃离了困境 但对曾经帮助过他们的中国人来说 厄运才刚刚开始 由于呢 美国飞行员个个都顺利逃脱 日本陆军恼羞成怒 一周之后啊 日军是发动了浙干战役 目的是摧毁中国军队位于浙江江西两省的空军基地 一时间 渠州金华英潭等地相继沦陷 日军是一路上大搞三光政策 杀光抢光烧光 奸淫掳掳掠 无恶不作 二十五万中国军民命丧其中 美丽的浙江跟江西 沦为人间地狱 接踵而来的是 臭名昭著的七三一部队 他们在浙江拨下鼠疫 探居 祸乱 伤寒等病毒 整个浙江江西的地界 爆发了大面积的瘟疫 结果呢 不只是成千上万的中国老百姓备受折磨 就连日军都有近万名官兵感染了疾病 日军陆军的是恼羞成怒啊 对中国是发起了疯狂的进攻 那日本海军呢 丢尽了颜面 那么他们又会有什么行动呢 根据史料记载 美军大轰炸当天 天皇夫妇正在皇宫的花园里面采药 已是对前线官兵的慰问 这爆炸声一响啊 天皇拉起皇后的手就跑 迅速躲了起来 好不容易等到轰炸结束 天皇异常愤怒 美国人都把炮弹 扔到自己的老家门口了 大日本帝国海军 你都是干啥吃的 竟然对美军的行动是一无所知 也没做出任何有效的拦截 作为海军司令 山本五十六十羞愧万分 一个人灰溜溜的就躲进了大和号战略舰 这时候他哪还有脸踏上东京的土地 去面对天皇跟国民呢 冷静下来之后 山本制定了一系列的部署计划 因为国内防守空虚 山本赶紧将南云中医率领的航母编队 从印度孟加拉前线撤了回来 本来人家南云在那边打得不错 再坚持一会的话 印度没准就给他攻下来了 结果被美国人这么一炸 他南云不得不放弃眼前的机会 从前线撤回来 打那以后攻占印度 就成为日本人永远都实现不了的梦想 这次空袭 美军使用的是陆军的中型轰炸机 搞得日本人始终以为 这些飞机是从某个岛屿上起飞的 他从来没有想过 美军会从航母上起飞中型轰炸机 这个认知的错误 严重的影响了日军高层接下来的判断 愤怒的山本五十六说 威胁一日不去除 帝国一日不得安宁 他认为消灭美军航母 杜绝美军再次轰炸东京 是当务之机 在杜利特空袭之前 日本海陆两军正在围绕下一步的作战计划激烈争吵 海军想进攻中途岛 进而攻占夏威夷 控制整个太平洋 陆军则认为海军的计划太过于庞大 陆军没有足够的部队去支持登岛作战 拒绝派兵 但是杜利特空袭改变了这一切 常年争斗不休的日本海陆两军罕见的达成了一致 必须先解决太平洋的问题 彻底消除美国轰炸机对东京的威胁 他们决心攻击中途岛 1942年5月 日军和美军爆发了珊瑚海海战 日军小胜一把 但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一艘航母被击沉 另一艘航母遭到了重创 因此在一个多月后的中途岛海战上 日军只剩下了四艘航母 这一次日军的统帅还是南云中一中将 但是这一次他就没那么好运气了 战役的结果是美军以少胜多 日军损失了四艘主力航母 曾经不可一世的日本海军 由此是急胜转衰 太平洋战争也从此攻守一势 之后美国采用了跳岛战术 节节获胜 而日军无论是战略上还是战术上 那都是一败再败 这俗话说呀 打仗说到底 那拼的还是国力 随着战争的深入 日美两国的综合国力差 那就体现出来了 美国凭借强大的工业 牢牢的占据了主动 日本呢 工业能力差 资源匮乏的弱点被一步步放大 打到后来那整个就是被美国吊起来打 1943年4月 珍珠港事件的始作俑者 山本56 被美军在空中拦截击毙 珍珠港事件的实际领导者 南云中医 一年之后在塞班岛上战败自杀 当初偷袭珍珠港时不可一世的日本海军 已经是损失殆尽 象征着日本海军辉煌的大和号战列舰 在一次自杀式袭击当中 遭到了美军飞机的轮番轰炸 沉没在了太平洋的滚滚波涛之中 日本海军是挨够了炸弹 但日本国内接下来的命运是更惨 杜利特的空袭行动 只是为日本人的噩梦开启了一个序幕 两年之后 美国人使用了新研制的B-29重型轰炸机 再一次光临了日本 此后日本的本土开始频繁遭到空袭 1945年3月9号 为了彻底摧毁日本的工业生产能力 当天美军334架B-29轰炸机 从关岛直扑东京投下几千吨的燃烧弹 日本的房屋基本上都是木质结构 这么多的燃烧弹扔下来 整个东京顿时陷入一片火海 当天晚上九万人被活活烧死 四分之一个东京被移为平地 东京真正的噩梦才刚刚开始 5月9号 东京再次遭遇燃烧弹的洗礼 死者尸体漫山遍野 一个个都被烧得如同木炭 到了5月26日 B-29轰炸机最后一次光临了东京 把东京没有烧掉的地方 那全部都是烧了个干净 打那以后 东京几乎被移为平地 市民们纷纷逃亡 整个城市也就失去了轰炸的价值 美国人用行动证明 珍珠港的仇必须用东京的火海来报复 美国无辜人民的鲜血 必须用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命来偿还 回头看来 杜利特空袭东京的行动 从一开始就不单纯是一次军事行动 它更是一场政治宣传战 从这个角度上来看 杜利特的空袭是一次巨大的成功 对美国人来说 杜利特空袭最重要的意义在于 它向世界宣告 既然日本人可以轰炸珍珠港 美国人就可以轰炸东京 它彻底鼓舞了美国人的士气 增加了美国人最终取胜的决心 而对于日本人来说 他们的战略计划全部被打乱了 打那以后 日军的每一步棋几乎都是败局 一路错错错直至自我覆面 而这一切都应该归功于杜利特和他手下 那些勇敢的飞行员们 他们用超越凡人的勇气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谱写了一首英勇的战歌 回顾这段历史 我们或许能够感受到复仇的快感 但是今天我们更应该看到战争的残酷 切莫忘了无数刀在战争机器下无辜的生命 当然我们更不应该忘记历史 永远感激那些抛头颅洒热血 为我们换来和平的先烈 正是因为有钱人播洒热血 今天我们才能沐浴在和平的阳光之下 静静的听完这本书 唯有和平才是一切美好的基础